今天法院是定了審判程序庭 本来准备在今天要结案 最后呢并没有结案 那要我们双方各自提书状 并且表明还要传哪些证人 或者要调哪些证据 那这些本来应该在准备程序中做 不过因为准备程序的时候 法官并没有这么做 虽然我们也有要求 比方说要李正华律师有申请 传洞美姚哥出庭作证 可是完全没有处理 然后呢我们要求勘验 洞美姚哥的一个光碟 这片光碟的内容 我们也提供了光碟给法官跟对照 也提供甚至也提供了议文 给法官跟对照 从这个议文可以知道说 中选会提供给洞美姚哥的数据 或者洞美姚哥从中选会下载来的数据 他们彼此之间是相互冲突的 有很多彼此之间的数据是不对的 理论上这个数据应该只有一套 中选会提供的数据本身有矛盾 对不可能有三套数据不同 对不对不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说 我要证明说中选会是有作弊的 我过去还没有这么肯定中选会作弊 可是经过我跟洞美姚哥 我们有一个群组 这个群组的几个人 他们很努力的去把中选会所提供的 或者从中选会拿到的资料 去做解析 长达这个一年的时间 发现中选会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这也是我今天我敢在法庭上讲说 我过去还没有这么肯定 中选会在上次总统大选期间有作弊 今天我很肯定的他们有作弊 确定他们有作弊 那从这个确定他们有作弊中 来证明说你自己都知道你在作弊 然后彭P只是怀疑 而且也没有提到中选会 你就去发布新闻稿 说彭P什么造谣 什么虚构 这个影响到什么选务人员的公正等等 在那边 这个新闻稿本身是公文书 新闻稿是公文书 而这新闻稿是由中选会四个人员做出来的 跟上传到各个网路上的 包括了中选会的主委李静勇 中选会的副主委陈朝建 还有他们的什么综合规划处的处长等等 一共四个人 所以我们现在以这四个人为被告 告的三个罪 一个是刑法309条的公然侮辱罪 一个是刑法310条第二项的加重诡谤罪 第三个是刑法216条 刑死公务员登在不实罪 就是说这个新闻稿本身 这个新闻稿本身就是一个假的东西 中选会自己在制造假讯息 然后对外发布刑死 所以我们告了刑死公务员登在不实罪 那要怎么证明公务员登在不实呢 怎么证明他们是毁谤呢 很简单嘛 洞美刀哥的提供的 我们提供的议文就可以证明说 我们依照中选会做的就是假的嘛 你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假的东西 还拿来发布新闻稿 那不是就是有公务员登在不实 就是有这个加重毁谤的这些问题嘛 那在这边呢 可不可以帮我们就是讲一个 就是说今天的进展 其实最大的收获应该算是什么 今天最大的进展 我们其实本来很担心 今天呢 法官就稀里糊涂就把他结案了 这个还好 法官听了我们双方的说辞 今天没有做结案 要我们在我方 自诉方在1月31号以前 将所有 1月31号以前 将所有想要申请调查的证据 包括要传哪些证人 我们要承报给法院 然后让对方看到我们的状址后 来回应 然后大概要在4月才会开庭 所以这个案件呢 需要等到下一个阶段 还需要一点时间 最少要4月以后了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它是长时间的 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纤维供演到一炉进去 层面的蛋白质 它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 CTI567 CTI我辣7 ойд mute 诐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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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